新闻大破解 破解大新闻 大家好 这一周前后可以说是世界大局的关键十字路口 而许多观众朋友今夜也许感到沉重 仿佛听见时代的呼召 中华民国总统在520就职台湾获得了 全世界大量的声援和鼓励 而当香港朋友在为台湾开心骄傲的隔天 521 香港就坠入了深重的不安和愤慨 中共史上最短的两会在521开幕 而北京白天如黑夜 又是暴雨 又是有惊雷 又是有冰雹 而在晚上宣布28号将要通过香港版的国安法 香港民主派在深夜召开紧急记者会 痛批中共是终结一国两制 要揽炒香港这国际城市来同归于尽 而这又是否暗示中共可能不惜揽炒事件呢 而川普已经放话 美国将会强烈的回应 而白宫在521这天发表了 20页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 全方面抨击中国共产党的种种的恶行 包括了经济的掠夺 包括了军事的扩充 压迫台湾香港 迫害人权 还提到了中共最怕的红线法轮功 而美国将做好长期对抗的准备 在522这天的消息 美军的四大航空母舰就正在太平洋待命 而国务卿蓬佩奥在520说 1949年以来 中国一直有残忍的共产党政权统治 而世界是大大低估了北京对于自由国家的敌意程度 全世界正在清醒过来 不过这样的清醒是否来得及抢救危险中的香港 而纯枉齿寒的台湾又该如何抉择行动 美国带头在脱钩中共 是否能够预防防止中共来揽炒世界吗 两位来宾为您深度的解析 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隆 主持人好 张老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张国诚 主持人好 嘉隆大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先请教两位老师 中共人大在未来一周审议这个港版的国安法 而且绕过了香港的立法会的程序 而在通过之后呢 中共将可以在香港设立国安机构 当然还有试用相关的许多的法律 那民主派痛批就是揽炒香港 那想请教一下 您第一个先请教张老师 这是否暗示中共才威胁揽炒世界同归于尽 那第二个是川普政府似乎在加速和中共脱钩 那您认为说 这可以算是美方一种反捆绑的一个部署之一吗 我想中共做什么事情 它有它这个与众不同的世界观 像这个香港民主派认为中共要揽炒香港 其实中共完全不会有这个想法 它不会觉得它要跟世界同归于尽 它反而觉得这个风景这边独好 因为现在来讲它认为这个疫情 它已经基本上算是控制住了 相对于这个欧美它还有一定的能力 那这个在香港议题上 它就觉得现在是到了这个做一个了结的时候 特别是从去年的这个反送中这个浪潮以来 它意识到这个在香港要推动一国两制 就终究你们也不相信 那就中共的体制来讲 也不可能容许真正的一国两制 那这样子的话呢 干脆就起早过渡到一国一制 我认为这个是中共的一个基本态度 所以它不断地在收回对香港的承诺 以及增加对香港的种种的限制 站在中共的角度来讲 就是我刚才说的 它认为一国两制你们不会真的相信 然后就我的体制来讲 迟早也是要走回一国一制的 而且中共自己认为 如果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有问题 那么它更不能容许香港作为这个 民主自由的一个可能的基地 那如果它的统治 它对它自己有信心的话 那这个它会告诉全体中国人民说 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也不是在像过去一样 那么需要香港作为一个金融的基地 或者是对外开放的门户 因为它如果还在现在认为香港地位 还跟40年前就是刚刚签订制定基本法 刚刚讨论这个一国两制50年不变 它认为现在已经不同于那个时候了 中国现在已经不见得那么需要香港了 这是它一定会设法告诉中国人民说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巨大的成果 中国已经不需要再这么地忠视香港了 不然的话就等于否定了它这40年来 所谓改革开放的这个成果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它基本上它不会认为 它要跟世界同国一进 它反而认为风景这边独好 你美国疫情严重 欧洲疫情严重 这个在这个情况之下 反而是它是进一步的转手为功 以功戴手 要这个积极的 这个争取这个在国际政治上的这个话语权 而我认为这是中共它目前 在香港问题上采取大动作的一个 基本的心态跟原因 好 让我们接着请教这个吴老师 这个川普表态说 如果中共他执意地要推动这个港版的国安法 美国将会强烈地反应 然后请教说 美国其实有香港人权法政策法 而国务卿蓬佩奥不久前就表明说 他非常地关注香港的自治情况还有自由 那疫情发生以来呢 中共在国际的压力已经非常地大 美中的关系也是一直的这个紧张升高 中共在这个时候强推国安法 请教您的观察 再来就是说 香港其实是一个国际城市连结 国际经脉被称为是这个 中国金融的叶克模 您觉得说 第一个说 美国可能痛心取消这个香港的自治地位吗 那之前有评论家分析说 中共可能攒炒世界 来这样同归于尽 您觉得说 中共攒炒香港 会不会是一个前兆 去年9月24日的时候 川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 对大会 然后中间提到香港有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要中共就是遵守中英联合声明 1980年 因为那个联合声明在联合国登记的是国际条约 所以要中共遵守国际条约 这第一句话 那这个含义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中共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 那个国际条约的话 那美国为什么要跟你遵守国际条约 如果你要不遵守大家都来不遵守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中共保护香港的人权 民主自由法治这些普世价值 那意思就是说 因为这些普世价值是西方国家所经营出来的国际秩序的一个基础 如果你镇压香港 破坏这个普世价值形同跟国际秩序的秩序决裂 那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 那你现在来看看美国现在对这个事情的反应 其实脉络还是一样 就是说你中共遵守你的中英联合声明 就是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十二个字 那你现在的问题是 他由北京的人大立法机构来立一个法 透过基本法的副业 然后等于是塞给香港 那跳过香港的立法机构 这个才是目前人们最大的反弹的地方在这里 就是说你有一个立法 香港有一个立法的机制 那你跳过香港的立法 直接把北京定的法 将以国安法的名义这样塞进来 所以人家就说这样的话真的是一国两制就结束了 就完全没有了 因为透过这样的话 其实再下一步的话 就是直接宣布香港是直辖市 取消特别行政区 香港变成直辖市 第五个直辖市 然后就一国一制 老师那你觉得说 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是这个时机 这个时机然后大家可能觉得 这关系已经那么紧张 你还要做 注意 下半年香港的立法会要改选 去年11月那个时候是区议会改选 现在区议会改选以后 区议员可能有一些 比如说100多个席位是可以有投票权 那现在是正式的立法会的投票改选 所以这个早点布局的话 也可能是想影响香港下半年的立法会的改选 那这个时机一方面也是 就像张老师刚才提到 疫情这边有点怀疑 东北那边可能在复发 武汉可能也在复发 就是说表面上疫情有点 好像告一个段落 已经缓和一下 虽然不是完全解决 但是大概有缓和下来 那第二个的话是 因为两会也不能再拖 总要召开 那召开的结果呢 干脆来处理香港这个问题 因为对中共来讲 他担心的 他也是要一国两制里面 他的一国是压倒两制的 就是有一国才有两制 是老师那如果这样的话 因为香港是国际经脉嘛 那么多的国家的资金都往那个地方 然后中国可能七八成的外资 也从那个地方进去 是的 是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等于是 你这样要逼迫世界接受 你就是接受这个现实吗 但是世界要如何去信任它 你如果华为 就要把香港变成一个 共产党制下的制度 直接买进去 就是内地化 这叫香港内地化 那你就会看到 美国在这种情况下 最后会走上 搬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然后结束香港的 独立关税领域地位 也就是说 中共这样的处理香港 会逼 不是 中共这样处理香港 会逼美国 只好把香港切割 那你觉得对世界上的可能 那香港的很多资金 比如说香港股市的资金 股市有四成到五成是 美系的资金 那现在很多国际欧美的 美欧的资金 当然要撤出香港 那大陆内地的企业 包括国营企业 包括大型民营企业 还有包括房地产的企业 都在香港 发行债券借美元资金 回去大陆内地运用 那这个融资窗口 将来会受影响 然后呢 很多外资会撤出香港 可能有一些会转去新加坡 有一些可能转到东京或哪裡 总而言之 香港的金融地位 就肯定会受影响 所以呢 如果你要把它解释为 中共这样做 是一种同归于尽心理的话 那就不只是对香港 也包括你刚刚说到的 对全世界 因为他现在也可能感受到 全世界会给他压力 既然索赔都是联合索赔 金额又那么庞大 他也撑不下去 那就干脆 因为国际要他遵守秩序 但是我用香港就是 我就是不遵守 还要强迫你们一起接受我的东西 你这个问题很好 就是刚才张老师已经提到 因为反送中大家就很担心嘛 反送中已经担心了 现在国安法不是更严重吗 对 共产党的思维 跟我们外面不太一样 的确是这样 所以这是关键局 张老师刚才已经讲到这一点 这个区别 他的想法 还有他的逻辑 他的一套想法 他的想法可能不对 但是呢 他没办法 按照他那种架构想下去 香港怎么可以这样 他要对付香港 是 好我们继续回来 请教张老师 在反送中的期间 我们还记得 美国前大使海力当时 投书警告 向世界警告说 中共如果处理完香港 如果大家不去 帮助香港的话 下一步就对付台湾 那中共这次的政协报告 强调一国两制 而对台湾部分 就没有提到九日共识 也没有提 对台湾政府喊话 不过像一国两制的样板 香港要被这样子处理 你觉得这对台湾 是什么样的一种威胁警讯 而在520呢 我们这个中华民国总统的就职呢 这个白宫的国安副顾问 还有国务卿 都祝贺称呼台湾总统 那也对比中共 推崇台湾的成就 而且国务院还批准了 要军售台湾很重要的 这个重型鱼雷 这个对台湾海峡的影响 是相当大的 而欧洲的捷克呢 在520这天 也送出了一个礼物 参议院决议 要支持他们的参议长 来访问台湾 要反对中共干预他们的内政 所以怎么 请教书 第一个 您怎么看说 美国不理会中共这样的强烈反对 大动作挺台湾的 这样的意涵 再来就是 当香港现在危急的状况 就是台湾朝野的主要政党 也都表态了关切 您就是说 台湾政府呢 存亡齿寒 对于香港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和超前部署 首先我不是那么赞成说 中共先对付香港 然后下一个就是台湾 因为其实他是同步在对付的 他对台湾的这种 三战 行李战 舆论战 法律战 军事上的威胁 外交上的围堵 这个早在反送中之前就开始了 他从来没有停止过 所以他不会说 先把香港解决掉 再对付台湾 他是同时对付 而且他对这两个地方的态度 跟政策不一样 香港就是像刚才 吴老师讲的内地化 台湾就是结束 他们认为的中国内战 让中国所有领土全部解放 这个是在台湾 他让共产主义 把所谓的华人的民主 彻底消灭掉 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个手法 当然也有相通的地方 目前看起来 美国方面 意识到中共对台湾的 这种安全的威胁 其实是与日俱增 因此现在这个军售 它的相对来讲比较高调 像比如说这次的鱼雷的售案 在台湾过去 美国只供应台湾两艘训练用的潜舰 这个是没有武器的 后来我们辗转从荷兰买到潜舰 美国那时候居然也不提供 然后我们跟荷兰买了潜舰 结果没有武器 辗转又跟德国购买一批鱼雷 才算是有了武器 但是现在来讲 美国已经认为中共压力越来越大了 所以他已经摆脱过去的政策 所以他自己来供应台湾 潜舍的这个鱼雷 甚至说还有很多报道说 协助台湾自治潜水舰 这些都是他意识到说 现在中共的压力已经非常大了 再不出手协助的话 亚太的局势恐怕会有很明显的改变 特别是中共它在亚洲 无论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存在 如果美国在这个地方有所退缩 不协助台湾 这个其他国家有可能 从此之后就选边 看扁了美国在这个区域的 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跟世界警察的地位 所以他在这个情况下 就会协助台湾 但是目前看起来 美国似乎还有相当多的顾虑 比如说他跟台湾的这种关系 他经常还是所谓的三公报 这个来提出 这个三公报是完全是在冷战时代下的产物 这个很明显的 这个在很多地方是因为 当时联中自苏的这个要求 所以对中共的要求有很多的配合 这个美国如果是真正要挺台湾 什么时候就是开始把这个三公报 越来越淡化 就完全不要再提 然后进一步的提升 跟台湾的这个官方的关系 比如说台湾关系法第六条 规定说这个美国在台湾的机构 是所谓的美国在台协会 是一个非盈利的法人 是一个民间机构的这个外衣 这个地方其实 什么时候美国 把这个地方予以调整掉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关键 可是我差一个小问题 最近国务院的 包括蓬佩奥的声明 还有这个发言人 还有AIT 发表的这个相关的声明的时候 经常出现中华民国国企的图片 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因为国务院以前都是这个 比较保守的 他一直主动丢出来 我希望这个就是说 从这个宣誓的形式 逐渐变成实质的落实 比如说它这个尽量跟台湾 有官方的正式的交往 然后允许这个台湾的政要 能够正式的这个访问美国 出席各个由这个 美国所领导的这个 国际会议等等 我认为这个希望是越来越多 因为现在看起来 中共它的这个步调 其实进步逼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就现在看起来 就是这个 有点像两个人在拳击台上 这个打拳 就是谁先倒地 然后这个谁 这个譬如说两个人都倒地了 但是谁先站起来 另外一个还没有站起来 谁先站起来 就是站起来那个人赢了 所以现在来讲 中共是看准了就是这个疫情 对这个自由世界 对这个欧美有很大的影响 好 它希望要抢在这个之前先站起来 站起来的话它就赢了 所以这个压力是很大的 对 老师30秒追问 就是关于这个 台湾对于香港部分 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超前部署 或是应该怎么样引进来这个 等于香港算是我们的更前线 简单地讲就是 台湾如果官方力量介入太多 那很容易就被中共扣帽子说 香港的真民主派 这个是抵我矛盾 这一点是 所以我们这方面 官方也是相当地小心 原则上对于港人要来台 这个定居或者是避难 给予相对更多的协助 但是进一步用官方的力量介入 担心被中共扣帽子适得其反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 比较为难的地方 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大破解 正当美国和欧洲国家 在振兴北约组织的一个影响力 跟重建它的防御的时候 最近之前在对付 确保5G华为等等的 一些问题安全性的时候 也有一些学者提出所谓的 科技北约的一个概念 而最近有一个新的概念 共和党的这个雷根政府 跟民主党的欧巴马政府 时期的前官员 在5月21号 联手投书媒体 来忽略美国和盟邦 来成立贸易上的一个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它取了个名字叫做DATO 叫民主同盟贸易组织 来对抗中共的经济侵略 而美方最近我们来观察 它的连串的一些重权政策 出手的决策点 这个时机似乎是逼近在518 世界卫生大会这一天 防疫谋翻身 台湾尽管美国跟欧盟 等等的那么大力的推进 台湾还是被缺席 而谭德塞却邀请了中方来演讲 那似乎好让美方相当的死心 川普也写了公开信 那白宫又公布了20页 对中共的全面的战略方针 美国国务卿又非常清楚的区分 中共和中国 然后非常的重化了抨击 共产党的残忍 有评论认为 这将可能成为 之后各国在面对 中共问题的一个指南参考 请教张老师怎么看 我认为这个 美国现在的这个作为是正确的 但是我觉得已经有点慢 慢了 因为中共的这种 利用政治经济的力量 在全世界发展它的影响力 不公平贸易 危害智慧产权权 这个不是只有现在才开始 也不是习近平现在才开始 老早就开始了 可是过去不断地存在 有这种绥靖的心理 就是认为说要让它开放 让它发展 然后不要去刺激它 所以以前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 陈水扁当总统不管当得怎么样 至少他在那个时候 其实他做的事情 跟现在的台湾的蔡总统是一样的 也就是在民主制度下 选出来的领袖 然后也在推动台湾的外交 结果呢 美国不断地在外交上 就是为了怕刺激中共 经常对它有非常不客气的对待 目的就是讨好中共 结果换来了什么 什么也没有换来 这个不是在帮陈水扁讲什么 是说其实这个老早中共的这些作为 根本就没有改变 从头到尾就没有改变过 但是过去就是太多的幻想 太多的一厢情愿 导致于现在等到它已经变成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等到这个欧洲 基本上很多的企业 很多的这个公司 都已经被中国已经布局了之后 再来谈了 我认为现在已经是非常慢 像比如说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说德国 德国的民调居然觉得对中共 对中国有好感的人 比例是相当高 这个可以说 现在来讲 这个它已经透过许多经济的布局 政治的布局 不管是以前我们说它在第三世界国家 在那边撒币 在那边透过各种这种贿赂 还是各种手段去争取支持 现在是连已经连欧洲 这个都已经不是这么的跟美国在走了 所以我认为美国现在虽然这个动作 已经这个有点慢 但是一定要坚持下去 不能够说像这个雷声大雨点小 但是目前看起来 美国国内 我看这个随着大选即将来临 这个政党之间的这种互相的攻击 这个又是方心为爱 但当然它是为了选举 这是必然的 可是目前看起来 在这个时候 这个刚好碰到美国大选 然后国内的政治经济 目前看起来是陷于比较停滞的状态 这个时候会不会又给这个北京 又有了机会 这个可以再利用这个机会 说不定这个大选 这个结果有所改变 那有所改变的话 它又找到机会 从这个继续去部署它的力量 我认为这点是民主国家 必须一定要这个要提防 而且一定要注意到就是说 过去这个民主国家 太在乎就像台湾 一直批评台湾说你会变更现状 你会破坏这个什么什么 麻烦作为麻烦制造者 这种东西在讨好中共 其实以台湾的力量 怎么有可能去当麻烦制造者 那不可能 但是为了要讨好中共 就不断的压抑 各种的军售也好 外交的方面也好 都是这个拖了又拖 像譬如说刚刚讲浅舰 那个国造的事情 这2004年 这个美国就已经提出说 要出售给台湾浅舰 结果这个美国也没有很坚强的决心 台湾又碰到政党轮替 拖到现在2020年 这个还没有到下水的阶段 那在这16年的时间里面 那中共的武力的进展 可以说是非常的快 不管它怎么样 至少它在数量上 已经相当的惊人 在这个情况之下 所以代表我在这边就是说 自由世界不能再拖了 再拖 又没有时间了 已经不像过去十几年 没有十几年再给你拖了 是 我们接下来请教吴老师 除了补充刚刚的议题之外 再来就是说 刚提到美国的总统大选在11月 现在是倒数大概166天 那么现在美国社会正在苦 在疫情里面 选举的热度相对看起来 有点跟往年比 好像有点预政乏力 那要代表这个民主党挑战 川普的这个前部总统就是拜登 他们的阵营的选战策略 现在看起来比较清新一些 看起来未来是要大打这个中国牌 而在后疫情的时代 这个过渡的时候 竞争这个反共的话语前 还有这样的一个道德高地 现在似乎成为美国的主流趋势 所以您怎么看一下 共和民主两党都打这个中国牌 那特别是在香港局势 会在其中起到怎么样的作用 关于这个美国大选跟疫情的这个影响 我们知道在疫情爆发之前 在美国爆发以前 美国的经济数据是非常好的 它的失业率降到3.5% 3.6% 跌破4%这种情况 然后它的经济成长 也保持一定的那个势头 然后它也不需要像欧洲日本那样 搞成互利率 一直到最近 所以疫情发生以后 经济数据的急转之下 选民清楚 这不是川普的过错 责任不在川普 而且进一步再讲 疫情也是从中国武汉扩散出来 这个不是在讲病毒源头 因为如果你是从美国这边偷病毒的话 那问题是在于说 你在中国武汉爆发之后 你的处理不对 为什么 你让中国内部隔离封城封省 可是你没有让中国的 尤其是武汉的人 你没有挡住他 结果他跑到国外去 他带着病毒 跑到国外去 在这种情况下 你等于说你是 爆发疫情之后 你处理不当 连累到世界其他国家 所以这种索赔 是根本不用去管说 病毒源头在哪里 更何况当然也有可能 你病毒源头 就是你武汉自己 所以在这种索赔 追究责任的情况下 再加上中国经济 已经在反映这个 贸易战跟疫情的冲击 已经很不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选民会看得出来 就是说 只有川普才能够对抗 中共这样的一种恶势力 邪恶势力 那拜登的话 因为他跟中共 以前的关系太密切 肯定共和党或川普这边 会打拜登跟中国的连结 然后呢 拜登自己心里也有数 所以他也要抢折来讲 你说的话语权 反共 批评中国大陆 批评中共的一些 经贸措施等等 他也要跟着喊 但是呢 美国选民当然知道 民主党原来不是这样 你现在到了这个情况 算是说你是跟着喊 所以呢 川普在这个选举方面来讲 基本他的优势其实没有变 那很多民调 号称是拜登稍微领先 甚至于比如说领先8% 10% 其实这个都不重要 因为川普上当选的时候 没有民调是领先的 没有哪一个民调他领先的 最后票开出来他当选 所以呢 应该要了解 川普代表的是社会底层 代表的是全球化的受害者 而这个全球化的受害者 两个重要因素就是 非法移民跟中国的制造业 所以川普上来的话 对付非法移民 不许在美国墨西哥边界盖围墙 因为非法移民 强调美国社会底层 很多工作机会 再加上科技进步以后 将来的无人驾驶 汽车无人驾驶以后 很多司机还会没工作 所以呢 因应技术创新 带来的工作机会的减少 因应这个非法移民 紧进来 强调很多底层工作机会 所以川普的很多做法 针对社会底层 得到他们的认同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他的选举 基本上还是 比较有利的啦 是 所以我们请两位老师 各用一分钟来总结 我们先请张国成老师 我想啊 现在这个世界上 的确走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观 我们每天都在看了历史 也都在书写历史 更重要的是 我们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所以呢这个台湾 面对这个国际情势的 这个重大变化 一定要做到 国防上能够自卫 民主上能够自立 经济上能够自强 如果是三字 才有办法 因应这个 这个中共的挑战 然后才有可能是援救 香港或者是其他地方 要不然的话 恐怕这个也是自身难保 老师刚刚你提到三字 您觉得说那样的三字 对台湾来说 这样的机会充分吗 我认为第一个 国防要能够自卫 目前看来 我们国防当然 比起过去有所进步 可是还有很多 要努力的地方 这个总统在就职眼说 也对这军中的这些人权管理 也有很长的琢磨 那经济上自强 目前看起来 台湾最大的这个贸易伙伴 对中国大陆的经贸依赖 还是非常大 这个像这样的情况 显然 这个还是不可能 在这个地方 跟中共采取什么样 这个决裂 还是不受到它影响 这不可能的事情 那民主上这个自立 这个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地方 希望能够 这个再持续的深化 不要让这个外来的势力 来破坏我们的民主 是 那么请到吴老师 特别是关于这个白宫 那个部分 我引用一下 蔡英文总统的 那个就职演说里面提到 反对北京 以一国两制来矮化台湾 所以一国两制 联系到矮化台湾 再来他下一句 矮化台湾等同于 改变台海现状 那美国对中共有一个 基本的立场 包括在上个公报 一个台湾关系法里面 就是反对任何一方 片面改变台海现状 这是美国的底线 所以呢 如果中共对台湾 强推一国两制的话 违背台湾的民意的话 那似同矮化台湾 改变现状 那必然会冲击 美国的这个 外交政策里面的这个 两岸部分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 我们反对一国两制 其实跟美国的 对中国的战略 是一致的 所以这个是值得 我们走的方向 施老师 我要请教一下 白宫的那份文件 您觉得对世界来说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美国在自己清醒 也号召世界的 亲共势力要清醒 我们台湾内部的这个蓝影 特别要了解 这个反共 现在是世界潮流 那如果台湾必须要 依赖中共的话 那是不对的 这个我们要有这个 清醒的认识 好 非常感谢两位来宾 以及这个精辟的分析 还有今天观众朋友的参与 新闻到破解 观众2020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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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